阿弥陀佛 各位同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讲《地九会能断金刚分》 其实《大波罗经》里头的《地九会能断金刚经》 单独就是叫做金刚经 又称为金刚波罗蜜陀经 《地九会能断金刚分》的意思 《断》是指的 佛告诉我们的这个法门 让我们能够断除种种的烦恼、执着 断除情燃 断成我们内心里头 种种的杂染、情燃、烦恼之类的东西 所以能断 因为我们能断 我们的心就像金刚一样 那样子的坚定 那样子的明亮 所以叫做能断金刚分 那么因为这一部经 它单独有另外一个译本 就是译这一绘 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金刚经》 就是指《大波罗经》的能断金刚分这一段 但是有斯大兰多罗 那么他把它单独翻译出来的 那我们知道 这个《能断金刚经》 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 在整个理想上 受那么大的欢迎 得到这么多人的接受 而且觉得它真的 对于我们的修行 对我们的生活工作 对我们的人生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可想而知 你练过《金刚经》 你就知道《金刚经》里头所谈的 就是要告诉我们的是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一个人能够真正 没有产生了这些 被这些烦恼、执着、情染的东西 给绑住的时候 没有被承见、偏见、刻板、观念 卡住在内心里头 不会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不会被这些东西给卡住的时候 看什么事情都会清清楚楚 而且做过了 不会粘手 就会放下来 要做的 不会有承见、偏见 能够有很好的智慧去绝招 我们来看 第九会的《能断金刚》 第一个我们谈到的 须不提问佛应如何相伏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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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不止如此 这个心只要一开始不安 也种种烦恼了以后 我们就几乎被这个心 整个的被他引着走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这颗心 这颗心如果是般若波罗蜜多 这样子的一个心 跟一个凡人的心之间 那差别是很大的 那么佛在社会国籍 孤独圆 夫坐而坐 这些铺团 大家坐下来 须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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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奥罗多罗三秒三不提心 要发正等正觉的心 迎合映住 迎合降伏其心 我如果要发一种正等正觉的心 产生这个正等正觉 我要应该 我迎合映住 迎合降伏其心 我内心里头 应该怎么样的抱着什么 应该住持着 这个 怎么样子的一个态度 怎么一个心 怎么样降伏我自己的心 不会被种种的东西 这个 成见边见刻板观念 给偷走 不会被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主像 给影响 那佛呢 佛呢 就说佛言呢 应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应该呢 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那如是是什么呢 如是 每一部经理的都有一个如是我闻 如是 如是的意思就是真真实实的 一个人要以真实的这个心 那么 没有种种的 这种成见边见刻板观念的 这样的真心 没有这个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主像 这样子的一个真心 应如是住 要以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也要用 这个 亲近的 这个 自己来 真正的 来 这个 降伏 我们内心里头 可能 会产生了种种的 这个 烦恼 跟种种种的 一些不安 成见偏见 要 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所谓的如是 就是用我们的如来法性 来绝照 这样子 来我们有所住 所以你各位 大家知道 这个住的意思 在佛事里头有一个住词 对不对 那个住词的意思 不是他住在那里主词 这个住就是指的是指 这个我们心里 这个 这个 助以 这个 如来法性 助以 以般若来绝照 所以他叫做住词 当然由住词 来引导大家 众生来学习 那么 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要以真实的 真正的这个心 听从我们自己的剥热 来绝照 来生活 所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另入无余内 跑而灭住之 什么叫众生呢 内在的众生就是我们心里头 脑子里头 此起疲弱了 纷纷繁繁的那些内在的众生 外在的众生 你所看到的所有现象世界 种种的 引诱的 威吓的 或者是任何影响我们的这些外在的众生 他告诉我们 那么 要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那么 我皆另入无与涅槃而灭住之 我都以一种 这个 没有任何成见 偏见 刻板观念 我以涅槃亲近的心 来看待他 来看这些事情 那么 灭度呢 灭度我们 对周边所有的 这些现象 世界 我们所产生的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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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相世界里头 我们所产生的 这个 这种执着 在 这样子物理学里头 或者叫 生理 心理学里头 也都会一直都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 其实 我们 这个整个的世界 你所看到的 所有的东西 看到的一切 接触到的一切 眼耳鼻舌身意 接触到的一切 都是 我们自己去接触 以后 那么 有了这个色相 然后才形成的 这个 这个东西 你才觉得它存在 所以 你坐的那张椅子 我坐的这张椅子 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法堂 是我们的知觉 去形成的 但是 那个 原来的 那个 本体世界 它无相 所以告诉我们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些东西是我们 透过我们的 这个 这个 知觉的世界 所形成的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很真实 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知觉的东西 如果你这个 知觉的东西 没有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不符存在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 没有呢 如果我们的 这个 眼耳鼻舌 生意突然间 都没有的时候 你也就没有了 看不到 也摸不到 也说 一切都 他是 连 安斯坦 他都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其实 是相对 感触 而形成的 这个东西 所有的东西 你形成 一个 立体 形成一个 圆形 形成一个 整个生活的 也是相对 硬感 相对 比较 而形成的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 那些东西 来自于我们的 自觉的 感觉的 整个的世界 所以 受想形式 跟眼耳鼻舌身 这样子 相应而来的 所以 他告诉我们 应如是住 如是消伏其心 所以 一切众生之内 我皆 令入 无与内盘而灭肚子 我 以清静的心 来灭肚子 无与内盘 内盘就是清静 我们这个 内在里头的清静 我看了这一切 所有的色相 我就不会 被他牵着鼻子走 但是 我们仍然 还是有这个心 因为是如如不二的 所以 我们 佛告诉我们 应如是住 也如是享伏其心 那么 所以 这个西部提 若菩萨 有我相 有人相 有众生相 有受者相 几非菩萨 他告诉我们 一个绝有情的菩萨 他本来 他就应该是 没有我相 没有我的执着 没有自我的一种 这个观念的执着 这个 没有自己的 这个 我实的这个部分 无我相 无人相 我对别人 我也没有跟别人 这个 最大跟人之间 这种 对立 仇恨 喜乐 那么 这个 亲密或疏远 这些东西 那么 这些东西都放下来 因为有人相 也是从这里来的 众生相 所有的一切众生 所有的一切现象世界 那么 这些现象世界的像 那么 这个 这个 我们 透过这些 这些感觉 所以什么东西 甚至于受者 就是所谓时间 永恒 时间 时间的阶段 这些东西 那么 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些东西 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本体世界 否则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个色相的世界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但话又说回来 我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 我能不在这个眼耳鼻舌生意里头生活吗 我能不在这个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里头生活吗 他是告诉我们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 我们要超越它 因为怎么样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知觉所形成的这一段 所以我会常常都会提醒跟大家讲这个事情说 人生真的是像一趟旅行 人生如旅 人生如细 我来一趟旅行 我上了一列无限宽 无限长的这样子的列车 往前走 周边也有我的人 可是外面的世界也不断地在过去 当然有一天我该下车的时候 我会独过我的下车 我跟我同团的人不见得一起下车 家人不见得一起同时间下车 他也会有大灾难 人生真是很像一图戏 戏演完了 在上面演了 不管是苦难 不管是悲伎 英雄 我演完了戏取終了 我的角色演完了以后我就下来 但是下來了以後,我原來所穿的那些戲服,這些東西也都不在,都放下來,都是空。 但是我們如果在人間的時候,我們也能夠知道,我要好好演這齣戲,但我知道這只有一齣戲,就會好得很多。 我知道,我要好好地演這個角色,演我這個角色,但是我知道,我能夠超越我像,人像,眾生像,受者像。 我們能夠真正以這個如如不二的心來面對生活。一個是如所從來,一個是無所從來,我們能這樣去面對我們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人生,一個與這個相對論的,跟相對論相應的這些家們,他們都會告訴我們。 我們只是這一段時間裡的相對看起來存在的,這麼一個存在而已。 我們稱它叫存在,但是這個存在,一過了一段時間,你時間到了,這時間存在就不在。 有人就問他,那他到哪裡去了? 他告訴你,本來就空,本來就是空性,只是你在這裡是所現的。 所以唯釋家裡的講,特別用唯釋論來講唯釋,就是你所看到的這些所有的世界,都是你的釋所造成的。 而不是你的般若,般若性空。 所以這個,從這個地方修行入的,叫做空中。 從修行入的,叫做空中。從修行入的,叫做空中。 因為他所看到的所有現象界的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無常變化的。 但他們認為還是有一個釋在。 那麼這個釋,在我們的心裡頭,我們眼耳鼻舌生意莫納阿賴也,總共有八釋。 這個八釋的背後有一個如來藏釋。 那個如來藏,就是我們的般若之所在。 但是它產生了我們今天面對的種種的生活當中的這些色受想形式的種種的一些表現。 所以我們可以瞭解一件事情。 我們好好地能夠修行清淨的時候, 身邊生活上所碰到的一些東西, 它有時候會轉為,變成比較光明的。 還有,在我們的人生裡頭,我們所碰到的,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 但是它能夠覺悟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人生要結束的時候,它拍拍手, 它可以從那裡真正地解脫出來,回到如來法界, 而不是又回到那個勢裡頭,在那個地方轉。 所以,維樹加是轉勢成治, 般若是從開悟中見到這個般若, 展現這個般若來絕照。 那麼這樣看來的話,空中跟有中, 這兩個佛法的這兩個門, 那麼來看人生,我覺得, 你要看要怎麼樣都一樣。 你好好的修轉勢成治, 修有中, 好好的修煉佛, 那麽你到那麽阿彌陀佛那裡的時候, 那麽先到那麽阿彌陀佛那裡, 才真正地, 完全地轉勢成治。 所以有中的轉勢成治的法門。 所以煉佛法門,通常也是被列為有中的。 這是禪中的開悟人。 開悟的時候,全部都放下。 這部經能斷金剛經, 再這樣告訴我們的, 就是要我們從空中, 若菩薩有我像, 人像,眾生像, 仲者像, 即非菩薩。 因為你一定要開悟, 從這裏解脫出來。 但是,如果有中的時候, 也許還有, 但是我知道這裏轉勢成治, 轉我像,人像, 眾生像, 仲者像, 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光明的智慧。 所以, 修法略有不同, 歸終究回歸絕有情的菩薩, 入佛法界。 所以, 我們看到, 菩薩第二, 菩薩來以法, 應無所助。 所以,他告訴我們, 佛法不應該有所助, 不是執著在, 佛法也不執著在一個點上。 在人生上, 你也不要執著在你的, 在你的人生的現象世界裡頭。 一個人, 如果能夠執著在, 比如說他的長相, 長得很英俊,很美, 他執著在那個地方, 他也會出過, 會在生活條件上, 會有問題。 但是, 執著在自己某一個地方, 長得不好, 也會出種種問題。 執著在我們的色相裡頭, 所以, 生活上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 菩薩來以法, 因無所助。 有所助, 就很麻煩。 我們看到佛言, 菩薩在整個一個行詞上, 於法。 因無所助, 應該不執著在某一個地方, 因為是真正用般若來絕照, 來生活的。 無所助來行於不思。 當然, 也就是無所助來行於不思, 持戒、安忍、精進、禪定、智慧。 那這一段特別要講的是, 無所助行於不思。 為什麼? 我在人生裡奉獻, 我的人生不思, 我的人生。 我不住在色、身、香、味、助法、不思。 我不會想做給, 不是做給別人看, 也不是講多大的聲音, 我有多好的怎麼樣, 也不是表現說, 自己有多好的得、恨, 或者是有多好的成就, 也不會有自己是多麼的, 在整個的一個品味上是多麼的好, 那麼自己在整個觸覺上, 那麼是表現的是多麼的敏銳, 多麼的美好, 不是拿這些東西。 他不住色、身、香、味、助法, 也不住在我們的現象界裡頭, 設施香味、助法, 也表示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現象, 不是住在這個上頭。 我不住在這個上頭的時候, 我才能夠不思。 我能不思。 所以這個地方呢, 這部《能斷金剛分》這個地方, 他特別要講這個不思的原因。 在我看到心理學的, 尤其是精神分析學的研究裡頭, 他特別提到這個問題。 他說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愛。 你有了這個愛, 有了這個愛心, 你就能夠活得好, 活得光明, 而且全程各方面, 身體、身心都會變得健康起來。 視力也會做得很好。 那他講, 他說這個愛是什麼呢? 他愛的真正的本質是給餘。 你看這個地方, 跟這裡是不是很多香氣的地方。 這布施啊。 所以給餘, 什麼叫給餘? 我在我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能夠給餘, 去給餘, 能夠有這種關懷別人的能力, 有尊重別人的能力, 有豐富的知識去幫助別人, 有實現好的能力, 能夠跟別人分享。 我們能夠給餘的時候。 所以心理學才發現說, 教小孩子成長。 小孩子成長, 如果他從小的時候, 他就能夠學習給餘, 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這個小孩子將來, 他的發展, 心理不足身心上比較健康, 而且他比較容易成長, 以後的人際關係各方面都會發展得比較好。 心理健康的表現上都比較好。 所以這個地方, 佛圓菩薩於法, 因無所住, 行於布施。 這個布施是一個, 六波羅蜜裡頭的第一個, 他幾乎涵蓋了全部, 這個布施。 在布施的時候, 我們不執著在, 我們的色身相位處法的一種, 也沒有覺得, 我自己必須怎麼樣的, 能夠回報。 所以這個, 菩薩呢, 那不住相布施。 他不住在這個表現上, 外面這樣做給人家看的布施。 所以這個, 這個不住相, 所以我相, 人相,眾生相,受者相, 都不住。 所以他不住相布施。 福德不可恕意。 他所得到的福, 以及所得到的德。 福德都是產生了我們, 我們內心的般若開啟, 也是我們的功德, 能夠真正展現的地方。 他是不可思量。 他開啟這個部分。 所以菩薩呢, 但應如所教助。 做菩薩就應該要如此地, 照佛所教法的, 好好的去行持, 好好的去開展祂的人生。 所以應如所助這件事情呢, 它是當我們, 在我們的生活、工作裡頭。 我如果有所助, 我就會住在, 我覺得我要怎樣生活才好,才對。 這樣才有面子。 這樣才能夠, 覺得自己有價值, 執著在那裡。 但無所助的時候呢, 那麼它就是, 我在任何的一個環境, 我都能夠在那個地方, 用我的剝勒來絕照。 都能夠在那裡這樣, 開展我的潛能。 在那樣好好地, 面對我的生活。 所以無所助。 無所助的時候, 我到哪裡都一樣。 所以, 在佛法裡頭, 會問到這個問題。 會問到, 師父, 師父, 我請問, 那將來你要去哪裡? 我們很多人要去極樂世界啊。 對, 他也會讚賞你。 但是他怎麼說? 他說,我到哪裡都一樣。 都在服務, 都會成願再來。 所以, 到哪裡? 有人就問, 如果那個地方很苦呢? 他說,我以苦為樂。 他以苦為樂。 我們要注意, 一個真正能夠喜樂的人到哪裡去, 他內心裡頭都哪還是保持著, 他的情緒上, 他的喜樂還是在的。 而且他因為有喜樂, 他比較正向, 願意去做一些事情, 願意去把事情做好。 所以, 他無心中, 他又回來了一些溫度, 回來了一些溫暖, 回來了一些光明性。 所以, 我們知道, 我以這個問題, 問過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 他是這樣子回的。 他會成願再來, 他說, 我到哪裡都一樣。 你成願再來, 要去哪裡呢? 我到哪裡都一樣。 聖言法師, 也是這樣說, 我到哪裡都一樣。 鏡空老和尚呢? 他也這麼說, 我們念極樂世界, 到極樂世界, 但是還要成願再來。 我們鏡空老和尚是, 修淨土裡頭, 我覺得最踏實、 最實在的一個。 為什麼? 因為, 你把它看了, 極樂世界的修行, 到最後, 就是一定要到極樂世界去, 在那裡, 好像在那裡得到應可一樣, 在那裡得到了相應, 得到了阿彌陀佛的相應, 這個到極樂世界以後呢? 然後, 你要再回到人間, 那麼你的心才是真的清淨的, 來人間裡頭,來生活。 所以, 各位菩薩, 你我今天能夠在講堂裡頭一起分享。 其實我們無量節以前, 正經就是已經修行得很有緣了,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裡想見。 各位, 所以, 佛法並不是說, 你來了以後, 你變成在這裡大富大貴才, 叫做回到這裡。 不是, 每一個人回到的那個環境, 在那個環境裡頭照亮那個環境, 在那個環境裡頭好好的去調適。 那麼, 在那裡絕照, 在那裡行佛,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 我們呢, 有時候會這麼想, 說, 想起來, 這個日子很苦啊, 在什麼事情很苦啊, 但是那就看你怎麼去看它。 如果你覺得, 從苦的角度去看它, 覺得自己很委屈, 自己很不值得, 自己很怎麼樣, 自己很落魄, 那你就很苦。 可是呢, 如果我們能夠絕照到, 我還好, 還有這些, 我好好的, 有的這些, 我好好的生活, 用這些東西, 我好好的去開展。 所以隨時隨地呢, 它都是以這個般若來絕照的。 有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那麼, 心念, 這才是一個抉擇。 所以抉擇並不是一個, 並不是一個穿制服的。 抉擇是每一個人, 他的機遇不一樣, 他在那裡過, 覺悟的生活。 一個抉擇, 在他的環境裡頭成長。 一個抉擇, 在他所處的處境裡頭開展。 都是如此。 那麼, 所以, 這個, 佛呢, 他告訴我們, 要在無相中來覺悟。 所以, 凡所有相呢, 都是虛妄。 他告訴我們, 所有現象的這些東西, 都是隔一段時間就沒有了, 隔一段時間就沒有了, 都是虛妄。 真正的, 真實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佛性。 確實是如此啊。 我, 這個, 不久以前, 我突然在想, 很想, 我的老家, 我就, 這個, 請我弟弟開車, 說, 我們一起去回老家看看。 我們老家, 這次去看的時候, 老家, 全部都拆掉了。 老家原來是架行吼靈那種的, 而且是五層的, 不是五層。 這個, 兩邊都是五, 所以它很大。 我小的時候, 我覺得, 這位家, 雖然很莊嚴, 很漂亮。 是, 再莊嚴, 再漂亮, 現在都拆掉光光了。 所以, 生住意滅, 是這樣子, 東西就是這樣子。 再跑到, 這個附近的, 看一看, 以前老的果樹通通都沒有了, 再加上, 再加上, 這個, 這個, 土地重化完來以後, 那原來的, 那路人也通通都變了。 所以你看看, 這不是什麼, 真的是世事, 真的是無常。 那麼, 告訴我們, 那麼, 見像, 非像, 你要知道, 拿起你的, 小的時候的照片來看, 這個, 青年的所有的照片, 壯年的照片, 在哪裏, 現在老人的照片, 在哪裏的鏡子, 看看自己, 把它看起, 你覺得, 凡所有像, 都是虛妄。 若見像, 非像, 即見如來。 你知道, 你有一個不屬於這個像的, 那個如來法性。 所以, 佛園, 凡所有像, 就是虛妄。 若見像, 非像,即見如來。 我們不只見如來, 也見十方, 如來法界。 第四, 於此章句能心信心, 得無量福德, 你一切諸相, 即明為佛。 這個, 對於所講的這麼簡單, 一無所助而生其心, 能夠真正入於這個, 所謂的, 如如不二的法界。 所以, 我們能夠如此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信心, 我們就是, 真正懂得, 福德, 自己也是佛。 所以, 新永大師, 有一天他跟大家講, 我是佛。 後來他還寫在那個字上, 我是佛。 大家聽了, 我們聽了以後覺得也, 但是你要知道, 佛在哪裡呢? 當我自己活在佛裡頭說, 我是佛。 佛不是別人給你加封的, 也不是給人給你給予我們的, 是我們自己內心裡頭的決心。 所以, 能夠知道, 人生所有的這些相, 都是虛妄, 若見相非相, 即見如來。 那麼, 能夠以此彰聚, 能夠生信心的話, 真的是得到無量的福德。 離一切諸相, 即云為佛。 能夠離一切諸相, 離一切相, 即一切相。 我在即一切相裡頭, 好好的生活。 所以, 佛人呢, 有慈懸修福的, 如來滅後, 以此彰聚, 能生信心。 以此為實, 對佛所講的這些事情, 這些彰聚所告訴我們的, 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 能生信心的話, 以此為實, 它就是真正的實實在在。 當之, 是人呢, 以無量千萬佛所。 那麼, 眾諸善根, 文士張句。 可以知道, 那麼, 這個人, 他已經成為無量佛所, 眾諸善根了。 那麼, 所以, 才會一聽到這樣子的佛法, 讀到這樣子的佛法的文字, 自己就有這樣子的一種領悟。 那麼, 這個, 能夠如此的時候呢, 能夠溫存。 所以, 如來, 習知習見。 那麼, 世諸眾生呢, 得如是無量福德。 如來, 十方如來, 也都會知道, 你有沒有得到這個福德。 那, 就是因為, 以無相故。 因為, 我們能夠從我相, 人相,眾生相, 受者相, 裡頭解脫出來。 所以, 離一切諸相來, 極明諸佛。 我們能夠, 這個, 這個, 在我們的色身生活裡頭, 我們能夠不被這個, 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給卡住, 給, 我們執著在這個上頭的時候。 我們, 那麼, 佛也看到, 我們真的是佛弟子。 但是呢, 我們也知道, 那麼, 這個佛也會成善, 這樣就叫做佛。 但是這件事情, 看起來是簡單, 真的很不容易耶。 卡包水花出來了呢, 腳一步才掛出去而已, 馬上就碰到, 覺得不舒服的事情, 自己跟自己的意識不同的東西。 就這樣啊。 但是如果, 我們能夠, 真正這些東西能夠放得下。 那麼, 放得下並不是表示, 就離開世間法。 在世間法裡頭, 我不被這些東西給綁住的時候, 我好好的做, 我反而更有創意, 去面對人生生活得很好。 我生活的福德很好, 但是我不會以這個東西作為驕傲, 來在別人面前, 來在那裡炫耀。 他不是, 他還是很平靜地這樣在生活。 所以你知道, 維摩羯,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居室, 在家居室。 那麼, 在佛法裡頭, 在七爺界裡頭, 其實也有很多企業界的人, 他們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雄心。 他們真的是親近、謙卑為懷的。 那麼, 我們再看。 那麼, 諸佛正等正絕, 皆從此經出, 所有的所謂的正等正絕, 也都是從《大波羅經》, 《大波羅經》, 都是從《金剛波羅經》這個地方出, 故受辭者說此經福得多。 所以, 受辭這部經的人, 受辭這個《大波羅經》的人, 他的福得很多。 為什麼? 他在生活當中, 他自然有很多的福。 那個福不是這樣子享受, 他在哪裡, 他都能夠有好的機緣, 到哪一個地方去, 不是基因人自己來, 而是基因人, 是他的智慧絕躁, 而出來的。 那麼, 他也可以生活的, 在很好的福得裡頭, 很好的願裡頭。 所以, 《佛言的一切諸佛》 第五這個地方, 《佛言一切諸佛》 即諸佛, 《歐羅多羅三秒三菩提法》 佛說, 諸佛以及, 正等正覺的 這個三秒三菩提的這個法。 цен Laughing kanji ji k整알 saw that 都是從這部經裡得出來的。 那麼, 《需菩提》 所謂佛法即非佛法、 視民佛法, 我們所謂的佛法即非佛法 為什麼? 您便當明明你說是佛法, 為什麼即非佛法? 你把佛法當成一種教條,把它綁住的時候,擊飛佛法。 佛法是怎麼樣?佛法,他告訴我們的,他時時刻刻,我們就是獻出來這個般若去絕照的。 若以此經受此,乃至於世紀句等,為他人說,一個人受此這部經, 或者是拿此經,這部經的世紀句,來為他人說的話, 他勝過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功德比較還大。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韻,如路亦如電,映坐如釋觀。 在佛法裡頭,要不然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金剛經》裡頭另外一個講的就是, 若以色見我,以陰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 意思就是說,你只有在行邪道裡頭,看,停留在五韻色身裡頭。 以陰生求我,求佛法,你要能夠保佑我到極樂世界。 世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其實他一直在執著那個地方,他沒有辦法見如來。 所以這部經呢,為什麼是禪宗裡頭非常重要的一部經? 就是這樣,因為你真正能夠產生般若。 淨土裡頭,練南無奧彌陀佛。 我們練著阿無奧彌陀佛,但是你知道, 南無奧彌陀佛這幾個字, 靖空老闆告訴我們說, 南無奧彌陀佛這幾個字,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 他怎麼說呢? 他怎麼說呢? 你看起來好像是,南無奧彌陀佛是歸一, 無量光明的正等正絕。 南無奧彌陀佛是無量的, 彌陀佛是光明, 佛是正絕。 歸一無量光明的正等正絕。 看起來有意識在這個地方,但是沒有。 你能夠練到最愛練到阿彌陀佛, 你練到心裡的靜, 你才真正直接跟阿彌陀佛相應。 所以南無奧彌陀佛就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他說,告訴我們這個念佛法門這個地方, 也很像密裡頭的那麼寶貴的一個法門在這裡。 那麼這個所有的三描三菩提法都從此經出, 此經講的就是, 他告訴我們的, 因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那時候我們的般若一直都會開啟出來。 所以練南無奧彌陀佛, 你也知道是歸一無量光明的正等正絕。 我們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時候, 也同時也就是像我們練奧彌陀佛。 可是練奧彌陀佛的寶貴在野。 我又練奧彌陀佛。 奧彌陀佛透過有的一個修行, 透過我的事跟奧彌陀佛相應。 但是事非究竟, 是轉世成智。 所以念佛這個法門, 它是空中、游中都融合為一體的。 那麼我們再看, 這個第六字禮。 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 這是無助的智慧。 佛如來所說的法,皆不可取。 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所以則何呢? 一切順賢,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所有佛所說的法。 我們現在所修行的這些經。 佛所說的法,皆不可取。 你不是把它背起來。 你不是把它背起來。 取得,折那個不可取。 也不是靠著別人說, 我們有所說的那些詞句, 成為這個法。 它非法,非非法。 它不是真正的法,也不是非法。 它是怎麼超越開來的。 所以,如來所說的法, 不是我們把它記著那個意思而了解而已。 而是怎麼樣? 而是要我們的心真正去印證。 我們有所開悟,那才是對的呀。 所以,一切順賢,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所有的順賢,從佛、菩薩、身文、元絕, 乃至於天界裡頭的這些人, 或是在人界裡頭, 都有不同的層次。 但是,你知道,所有的順賢都要接受到佛。 但是,因為修行的程度不同, 而有差別。 就這樣而已。 所以,一切賢聖,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這是一個。 第二,所有的一切的聖賢、賢聖, 都以無違法。 以無違法來顯現每一個人的菩薩道。 為什麼? 因為以這個無違法, 每一個人的根性因緣都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以這個來行菩薩道。 那麼,這樣子, 那麼,這個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如果有違法的話, 就通通都變成同一個模式了。 那麼,所以,要行菩薩道, 是每一個人都在他自己的根性因緣當中去修菩薩道的。 在那裡去成就的。 所以,你坐車的時候是乘客, 那時候也是在行菩薩道。 你是乘客菩薩道。 你是乘客菩薩道。 對啊。 你開車的時候,你是駕駛的菩薩道。 好,你是走路的時候, 那好,你要過紅綠燈。 那你是在走路的時候, 每一個人,這個無量無邊, 都在行菩薩道才可以啊。 那麼,這個並無所得的真諦是什麼呢? 他告訴我們, 無所得的意思就是, 如水常流通的意思。 這個佛呢? 素贈須菩提。 他好幾次問須菩提。 要他怎麼樣呢? 要他令吉明了菩薩的事果。 這個菩薩的事果是, 這個須土環、 士土環、阿拉罕、阿羅罕。 那麼,這個, 告訴, 問, 菩薩的這個事果人, 那麼, 他們不做試煉, 我得事果。 以時無所醒悟。 各位, 我得什麼果? 其實, 我們不是那個果, 不應該變成我們執著的一個東西。 所以呢, 不做這個我得是什麼果? 那這個, 有沒有? 不執著在那裡, 說我得到試果的哪一果? 不是, 不做這樣, 不做試煉。 這樣才是真正的覺悟, 使無所醒悟。 事實上這些東西, 我們並不是一個特別的, 某一個行詞的樣板, 或者什麼。 我們每一個人, 就在他的生活當中, 他覺悟。 有時, 我們在這個地方, 那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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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 這個, 虛托凡果。 但是呢, 過一會兒, 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呢, 是, 虛托凡果, 一來果。 那麼, 阿拉罕果, 是, 不來果, 不來果。 阿拉罕果呢, 是, 這個, 不玩哪一次? 解脫的意思。 那其實, 這四果裡頭, 並不是一個人固定在一果。 這四果, 變成我們生活當中的, 這種, 四種情境。 因為, 有時候, 在這裡, 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 那個樣子, 是這個樣子。 對, 情境不一樣, 但是呢, 都是以般若來絕躁的。 那麼, 這個, 他告訴我們, 應如四生, 這個, 這個, 親近。 那麼, 第八, 這個, 這個, 因無所住, 生其心, 要真正保持, 自己內心裡頭的, 這個, 這個, 佛問須菩提, 如來襲, 在然登佛所, 的時候, 與法有所得佛。 他, 問, 這個, 這個, 西伯提, 那麼, 說, 如來以前, 在然登佛的時候, 那邊, 他從然登佛來, 那麼, 他, 依法有所得佛, 他有得到什麼法嗎? 這個, 這個, 有得到什麼佛, 莊嚴的佛土嗎? 西伯提, 告訴佛說, 與法是無所得, 就法來講的話, 他只不過是, 什麼叫, 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真正上, 真正的法, 就是, 是一個真正的般若智慧的開啟, 以法無所得。 所以, 般若, 不可說, 不可說, 是這個道理啊。 不是, 不可以說, 是說不得底, 你找不到它。 但是, 我們的, 這個菩提智慧, 每一個人一旦打開, 到哪裡都能夠, 都能夠, 都能夠產生正等正絕。 你有沒有覺得, 當自己比較,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好多的事情, 慢慢地, 眼界、 視野慢慢打開了以後, 胸襟慢慢打開了以後, 你有沒有覺得, 好多的事情, 好多的事情, 聊聊風明去看, 但是呢, 當然也看到是非, 也看到, 但是呢, 它不會被這個是非, 這個東西給綁在, 它內心裡頭, 可以在那邊, 產生這些衝突, 而且, 它知道該怎麼去做, 它會清清楚楚地去做。 那麼, 這個, 我們呢, 這個, 西菩提跟佛言說, 以法呢, 對法來講, 是無所得。 莊嚴佛徒者, 極非莊嚴, 所謂有一個莊嚴佛徒, 一個地方, 它就, 不是你所說的莊嚴, 而是真正的莊嚴。 佛言呢, 諸菩薩謀殺, 應如數生清淨心。 要生內心裡頭, 真正的生清淨心。 不應住, 生色香味處法, 這些東西, 不執著在這個地方, 應無所住, 生其心。 真正, 之屬可合, 用這個法性, 用自己的般若來絕躁, 而不是我依據什麼東西去做。 所以, 我們, 在這裡, 一起讀經文法, 問完來以後, 我們不是拿著經典, 當我們的路標, 而是, 我們的眼睛, 真的是明亮了, 我們的心清楚了。 我知道, 要拿哪一座, 我的智慧也能絕躁, 就能清清楚楚。 因為, 在人生的變化裡頭, 不是我們街道的問題, 而是, 有很多的路子, 有很多的奇境在的。 所以, 我們, 打個比方說, 小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常常上深山。 在深山裡頭, 開了一塊地, 但是有時候, 我們還會走遠一點。 走遠一點, 你看不到你自己開發的地方, 因為聖靈很深, 你會不知道路是從哪裡走的。 所以, 也有過一次, 走到最後, 因為走不出來, 我只要把他走到正, 跑到一棵樹上去。 再把他看一看, 你看一看, 喔, 山楊在那邊, 就是山谷在那邊。 我們那個人, 在那邊, 有一點著遠了。 所以那生理裡頭很容易迷思, 有登山經驗的人都有可能迷思的耶穌, 一進去以後, 到最後很容易迷思。 那么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 它不是靠着一张地图 是靠着你的波尔 有时候你真的需要稍稍登高 看清楚知道哪些方向 然后知道水总是往下流的 你必须有哪些方向 才能够把这个路看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不执着在色身相慰处法里头 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待人接物里头 我们真的也不能执着在色身相慰处法 因为有些人是听人家讲那以后 就故意都相信他 很容易被骗的人 常常也是这样 很容易被骗的 人家在那一点什么东西给他看一看 他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 不 有些事情还是要把它真正看清楚才可以 人生的路一定要在 把它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才是正确的一个修行之路 那么能够好好地读送这部经 那么好好的读我们能够领悟了解的话 即为如来 以佛智慧 那么用这个佛的智慧 徐智这个人 徐见这个人 皆得成无量 无边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他确实能够用他的一个智慧 光明来绝照了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必须要 有这个信心必须要是清净信心 所以徐菩提接下来就说 得文是金 信心 清净 即生实相 当之是人 成就第一稀有的功德 是实相者 即是非相 事故如来说明实相 这一段话 这等于把前面的东西 再把它 说一次 说得更清楚一点 希伯提就报告佛这样子的心得 当然我如果能够闻到这一部《金刚经》 信心清净 我有信心 那么也起正信 而且能够真正产生清净的心的觉察 那我就能够产生实相 这个实相 不只只有看到现象界 而且看到超越 这过现未 过去 现在 未来 超越 这个 不是只有 这个 那么现象界 因为即生实相 当之是人 成就第一稀有的功德 他知道他 就是已经成就了第一 稀有的 那样的 少有的这种功德 是实相者 即是非相 这个实相不是现象界 不是文字 这个文字也不是用讲的 而是我们的内心里头 真正开启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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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智慧来绝照的 事故如来说明实相 所以我们说 他叫实相 他叫实相 那么 这个 第十一 那么 这个 我们呢 那么 读诵子经 我们读这部经 诵这部经 那么 越战会小妹 这奥罗多罗三描三不提 怎么说呢 佛言 受词读诵子经 我愿意受词读诵这部经 受词读诵子经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我们过去 远有的罪业 就会消灭 那么 当得 奥罗多罗三描三不提 就会得到 正等正觉的 这样子一个菩提 那么 余或莫世 有受词读诵子经 者所得功德 不可示意 往后 那么 受词读诵子经 那么 功德不可示意 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 文诗修 一起来文修这部经 我们能 过去 先是过去 所有的那些 障碍 那些罪业 就可以消灭 这个福音 福报有多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听这部经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从我们的 这个 这个 探生吃慢离的 烦恼法里头 能够放下来 能够从 这个 色受享贤士的 士里头 能够从里面开下来 能够从我向 人向 众生向 受者向里头 在那个地方 能够被 不被这个东西 给这个 给绑住 然后我们自然 偶然就超越开来 所以这个 告诉我们 受持独送之经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欧流洛罗 上面要散补体 以后末世 有受持独送之经 以后末世 有独送之经 所得的功德 也是不可示意的 不可示意 就是指的就是 这个功德都会消灭掉的 各位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这个 去 注意 就是 这个 这部经呢 对我们来讲 是很重要的 我 这个 我的包包里 经常都会放一部经 就是金刚经 从年轻的时候 到现在 有时候 这个 拿出来 这个 这个 读一读 有时候 偶尔如果出来的时候 可能没有 没有带 但是呢 通常 我大部分 只要我背着包包的时候 那上面就有一部 金刚经 那金刚经 被我的皮包 磨的都已经 那不是磨的 那是磨的发光 磨的发亮 所以常常 就是要把它拿出来 翻一页 就觉得 读个几句 就觉得心里面 非常的 这个 法系充满 那么所以 这个 佛告诉我们 这个 我们能够读诵 主经的时候 功德不可食欲 那么第十二 云何运柱 云何降伏其心呢 西伏提再问 云何运柱 云何降伏其心呢 我为什么一直内心里头 应该要住着这部 这部经 来降伏其心呢 佛告诉他 当生如是心 我云灭柱一切众生以 我把我内心里头 种种的 此起疲惹的那些众生 那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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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种种的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乃至于 我们 这个 明文立养的东西 我能够把这些东西 能够 这个 慢慢的 能够把它 灭度 过去 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 没有一个众生是 为什么 因为他都还在 我们还在面对他 无一众生 灭度 这件事情怎么讲呢 我们 要把我们的贪 灭掉 我们把贪 称赤曼仪 这些都把它消除掉 但是贪 可以转速成智 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的上进心 是不是 称 称怒 这应该不要吧 不 称怒 有时候会不会 为正义 去努力 吃 你看到是愚痴 但是转化了以后 变成很安定的 受到各种不同的 分繁 或者是 有时候受到很大的批评 但内心里头 还是 那么不懂的 所以有人 让他讲 你不像是愚人 一样的 就是愚人就愚人 他就是 他不愚 他是真正的超越 我们的智慧的 就是到了菩提的 那个境界的 我们能够如此 我们能够如此 我们很多的生活 就是靠这个愚 产生来解决问题 就叫做problem solving 在心理学里头 就是我们能够疑 然后能够对一些事情 有这个疑问 然后才能够解决问题 但这个疑并不是怀疑动 怀疑戏 对人产生疑 他不是 他是对这个事情 对很多的事情 他能够真正起这个思考 这个观察的心 那么 所以 要 应助此心 希伯提说 云何运助 云何降伏其心 佛告诉他 当生如是心 我应灭度 一切众生以来 我把那些 无有一众生而灭度者 就是 能够如此 能够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然后 能够降伏这个心的话 那我们呢 就能够生 正当的 清醒的这个心 所以 这个当生如是心 所以我们要灭度一切 种种那些里头 那些 障碍我们的这些众生 那么 无有一众生 使灭度者 没有一个 我们生活当中的 零零种种 我不会逃避 我仍然还是会面对它 处理它 解决它 放下它 所以 这 这部经典 它能够告诉我们的 整个修行的 这个法脉 那么 实在是 很值得 很值得我们 这个 在日常生活当中 好好的 这个修行 来成全的 那么 这个 第十三 这个地方呢 如来 说 诸心 皆为非心 四明为心 如来 习之 在所有的国土 有这么多众生 这么多人 他们心里面想什么 如来通通都知道 何以故 为什么呢 如来所说 诸心 皆为非心 四明为心 如来所说的那个心 并不是 这个 我们 有违法的 执着情然的那个心 而是 非心 那么 这个 四明为心 因为 这些 它都 这个 很容易 被 这个 心 被执着在那里 被时间给控住的 所以 所以者何来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因为 你如果 一直沉寐 沉浸于过去 过去心 不可得 那么 这个 现在心呢 现在心在这里用 但是 我并没有执着 所以 现在心 也拿不到这个心出来 我们来 抓得到它 不是 现在心也是不可得 未来心也是不可得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都不可能执着在过去 现在 未来 而是什么 而是一个绝照 怎么说呢 我们讲 现在 现在 刚刚讲完了 这个现在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是啊 所以 现在心 那么 现在心 你看到现在 一下就变成过去心了 那 未来心 未来心本来就不可得 所以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 佛 是告诉 不是一个执着可以让我们 这个 掌握的 是真正要用般若来绝照的 所以 透过般若来绝照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产生金刚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般若 那么 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 那么 都具足这个般若 都具足这个法性 那 在众生里头 他要去面对他自己 这个 每一个人的那个情境 那你看到了 他是众生 但是呢 所有的众生到最后万法归一 为什么 又回到那 义 为什么 那个义 就是那个所谓的空的世界 那空 有人就 找他解释的是空空空空的空 不是的 这个 这样子物理学家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他说 我们这个世界 你所能看到的 但是这个世界 你看到的 在过去 那么 这个现象界的背后 那么 有一个不属于现象界的永恒存在的 那么 全部的世界都归于他 所以 星球本身也是有生灭的 人类有生灭 身体有生灭 但是呢 所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空性 这个空性的法性 它可以万法 这个解空 万法都在那个地方 这个不断地演绎出来 所以 我们的心 空的时候 我们 环境怎么变 我们都能够 比较能够去适应 但是我的心 如果我是执着在某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反而不能够适应 我们是反而把这些东西给绑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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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凡所有相皆是非相 若见相非相 即见如来 我们用这个如来来绝照 用这个如来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那么 所以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色身见 如来不是用我们这个色身能够见的 不是用色身能见得到的 不应以具足色色身见 所以 佛呢 就特别跟虚菩提讲说 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 如来说 诸相具足 即非具足 世民诸相具足 如来 为什么诸相具足呢 因为 环境时代在变 它诸相都会能够调试得很好 它是因为有般若 又说法者无法可说 这个世民说法 受法的人 他没有办法把一个法定 为什么 因为无法可说 因为 只有开启我们的般若智慧 我们是透过我们过去所有的东西 去前瞻未来 去思考未来 所以这个无法可说 世民说法 所以我们受的教义 也是过去有的这些东西 但是受过这个教义起法 我们是用什么 它起法人的般若去绝造我们的人生 所以 佛法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学习 我们还是要学习 但是 不要学习到最后变成执着绑在一个地方 那么 这个 以欧罗多罗三明阿三菩提 乃至于 无有少法可得 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真正 你可以得到它 是只有 这个 我们真正开启了我们的般若智慧 欧罗多罗三明阿三菩提 所以 时时刻刻 我们保持了平等 没有高效 人与人之间平等 人与人之间没有高效 为什么 它能够在它那个地方 发展它的波罗蜜的绝造 它就在那个地方 它活得开开心心的 我拥有很多东西 但是 我没有办法开启这个波罗蜜的绝造的时候 我每天锁着那个东西 就被这东西给锁死了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圆满 我们先来练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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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